看好他们 君不离丢给孟朵儿一句话 身影一闪就凭空消失不见了 而两个影卫也随即跟上 往消失山庄方向去 白李小生忍不住好奇问道 喂 李飞是他什么人 孟朵儿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喂 问你呢 白李小生又问 孟朵儿居然拾起刚刚的布条 又一次堵上白李小生的嘴巴 拍了拍手 李托不理睬他 最后十两身旁 随手结出一个大结界 将白李小生也困在其中 嗯 嗯 白李伟生死命挣扎 心下果断记仇了 孟朵儿拥懒懒躺下 他想 君不离过去了 萧氏山庄估计保不住了 他还是睡一觉 等他们回来吧 是啊 劫持了君不离最宠爱 最重视的妃子 萧氏山庄必灭 当君不离抵达萧氏山庄的时候 只见白李伟生正和一大帮侍卫弓箭手对峙 没有了兽君 萧氏山庄只能出人君 站在最前面的是萧氏夫妇 还有几位少爷小姐 然而 这些人都让君不离忽视了 因为 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 生子墨 而李飞就在他手上 被双手附后死死压着 君不离落在白李伟生身旁 同站在屋顶上 他眼底没有任何人 唯一看到的就是生子墨 你确定是你截斗阵的妃子 君不离冷冷问道 是 生子墨很嚣张 而萧家主也一样嚣张 以为劫持了李飞 就掌握了足够的筹码 可以要挟君不离了 把白李小生和十两交出来 否则 君不离 你自己看着办 萧家主冷哼 已经绝望至极 没想到生子墨找到了李飞 真是天助消失 这十年来 君不离对南兆没兴趣 他消失对大洲朝廷的动静 可是很感兴趣的 即便从来没有见过君不离和李飞 但是 他们都知道李飞 是大洲第一宠妃 是君不离最在意的贵妃 英雄 往往折在美人群脚下 君不离也不会例外 你们也是帮凶 君不离又问道 西冷的视线横扫了一拳 是 不想他死 就把白李小生送回来 萧氏小少爷 萧宇 嚣张地站了出来 同时挥手士 以一旁的弓箭手 随时准备 君不离点了头 唇探勾起了一抹邪魅 低声说道 书生 你徒弟和梦朵儿吵起来 似乎是因为你的事 你要不要回去瞧瞧 白李卫生一愣 正要开口君不离又道 这里交给我便可 你去吧 万一梦朵儿那个笨蛋 把白李小生放了 你可得负责任 关我什么事啊 白李卫生不高兴了 只是 他还真放心不下 以他对梦朵儿的了解 那丫头什么事情 都干得出来的 放人 也不是不可能 反正他和萧氏 僵持到现在 也是等着君不离来 如果不是影位在这儿 清楚情况 他还真想让萧氏把李飞杀了 他去通知君不离呢 你速度 少跟他们磨蹭 我过去瞧瞧 白李卫生走着 还真就走了 他并没有发现 君不离眼底 掠过了一抹嗜血的寒光 白李卫生的离开 让萧氏众人都很诧异 君不离就这么有把握 能一个人从他们手里 抢下李飞吗 就算让他抢去了 也只能是一具尸体 君不离 或许我们可以坐下来 好好商量商量 难找多的是 你不了解的地方 生子莫大声道 他不得不提防着君不离 不要李飞的命 要了所有人的命啊 毕竟 再宠 也终究是一个妃子 然而君不离并没有理睬他的让步 而是冷冷道 李飞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这话 是什么意思 生子莫愣了 在场所有人 也都莫名其妙起来 君不离说什么呢 李飞装 他装什么了 皇上 你不来 臣妾害怕吗 臣妾没有装 李飞嗲声嗲气 居然没有方才的恐慌 生子莫不由地将他拽得更紧 却没有看到 他眼底闪过一抹嗜血的金光 君不离在屋顶上坐了下来 而就在他坐下的刹那 李飞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 猛地睁开生子莫的手臂 力气之大 完全出人意料 天哪 这个女人 生子莫吓了一跳 顾不上擒他 本能的闪躲 谁知 李飞转身朝他看来 居然露出一对 尖尖的虎牙 虎牙尖端 竟是腰红色的血迹 而他那双好看的凤眸 也渐渐蒙上一层血色 这个女人 这女人是个什么东西 周遭众人见了 什么都顾不上了 一窝蜂的逃了 可是他们并逃不远 很快 周遭出现一圈毒兽 将整个萧氏山庄 全部包围住 就算是一只飞鸟 都逃不出去 萧老爷和萧夫人 也吓得连忙往屋里逃 这时 君不离一声令下 一大圈毒老鼠 便疯狂拥入屋内找人 很快便传来了 一阵阵惨叫声 李飞正步步紧逼生子墨 听了屋里头传来的惨叫声 连忙转身朝君不离看去 大声呼道 皇上 受下留情 我可不喜欢吸死人的血 我要活的 这李飞 正是吸血一族的后裔 早些时候 前附近药王府 把原本的李勤进杀了 取而代之 君不离和他一样 也有虎牙 梦族和孤岛一族血脉相结合 虽然给了他一个百毒不侵的身体 却也同样给了他一双试咬的虎牙 这对牙 随着他情绪的变化 随着月亮圆缺变化而躁动 他天性善良 不忍毒伤无辜之人 一直忍着 后来他忍不住了 咬死过两个太监 只是他发现 即便咬了太监 也无法解他虎牙的嗜血之症 李飞是好吸血 他却从来不吸 他只喜欢咬 李飞的存在 无以满足了他的要求 吸血鬼不老不死 李飞身上的蓝色血足之血 似乎对他嗜咬之症 有很大的帮助 只要咬了李飞 他的情绪就能很快平静下来 也能很快恢复体力 这也正是李飞得宠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 即便李飞好几次主动 可君不离依旧至今 还没有碰过他 这个秘密 除了四大毒兽 大笨雄 就只有李飞知晓 他从来没有想过 公开这个秘密 也正好 李飞的存在 能帮他挡掉许多女人 他讨厌麻烦的女人 摩托什么 杀了他 君不离冷声 李飞这才朝生子墨看去 无奈耸了耸肩 不得不承认 美人就是美人 他露出嗜血的虎牙石 整个人变得越发的神秘美丽 真真是妖艳的游物 生子墨听说过血族的存在 也是出自南昭一族 只是那都是存在于传说里的事 比孤岛的传说还要久远一百倍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的是事实 只是 事实就是事实 就在眼前 公子 你长得可真俊呢 李飞笑着舔了舔舌头 分明有些迫不及待 他和君不离签订过契约 君不离宠他 留他在身旁 为他提供鲜血 而他不许暴露身份 不许伤害无辜 必须随叫随到 以往君不离给他喝的血 都是被处死的死球 甚至好几回 都是积压的血 让原本鲜血当红酒品的他 感觉越发没品味了 如今 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 俊美无双的男人就在眼前 他能不兴奋吗 你别过来 生子墨大叫 他吓得快要尿裤子了 他原本也一直提防着 君不离他们来找百里小生 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强 公子 你别怕 我会轻点的 李飞笑着 却冷不定扑了过去 直接将生子墨扑在地上 埋头咬了下去 叫声立马响彻整个山谷 往山上走的百里尾声驻足 回头看了一眼漫天的毒兽 耸了耸肩 便要往山顶上去了 生子墨死后 尸体交由李飞处理 这事情 他在没有认识君不离的时候 干过很多 保证能处理得干干净净 不留痕迹 等他处理回来之后 毒兽也差不多把生事的人都吃光了 对于生事这种嚣张可笑 对南赵百姓又强夺豪夺的人 君不离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他只是有些后悔 自己当初没有想到百里小生 如果他想到了 或许 生事就不会被消失灭门了 李飞一个翻身 跃上屋顶 只是君不离冷冷一个眼色 便又让他落了回去 他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心情 又恢复了一个妃子该有的样子 装 继续装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装的 他的性子本就蛮横骄纵 傲慢无礼 凶大无恼 只是 他把体力和武功掩藏得极好 君不离不点头 哪怕是被欺负惨了 他都不会还手的 君不离将萧氏栓庄 留给四大独售处理 他收了独售大军 便带着李飞往山上去了 他走得很快 根本不等李飞 脑袋李飞直跺脚 皇上 你再这样 我就飞上去 飞到他们面前去 君不离家人止步 转身怒目看来 危险的气息 让李飞自觉闭嘴 乖乖的一步一步 跟着他走 只是没多久 李飞又闹了 皇上 你可以抱我飞上去 这么走 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君不离没有回答 他最擅长的 除了毒树兽数 还有一样 那就是不理睬女人 皇上 你又不是没有抱过我 李飞不依不饶 这个时候 君不离才冷冷提醒 你身上有血腥味 白里尾声的鼻子 可比狗还灵呢 李飞刚刚吸过血 身上还残存着血腥味 所以 他只能带着李飞走上去 利用这段时间和山峰 让血腥味淡去 这个理由足够充分 李飞兴兴地耸了耸肩 只能一步一步跟上 可没走多久 他便又问道 皇上 那个静公主也在上面吗 君不离当然知道 李飞记仇了 司徒进而对他下药 让他拉到腿都软了 要知道 对于血族人最怕的 就是血药 他们服用了血药 那是比一帮人服用血药的后果 惨好几十倍 你烧打他的主意 君不离冷冷警告 我一个受无腹肌之力的妃子 能打他什么主意 他武功高强 又是一国公主 后台大着呢 李飞说着 并不理睬君不离的不悦 继续诱荡 皇上 这小公主指不定过几年就成年了 就会怨加大周 公主联姻 本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再加上大周皇室和西京皇室关系匪浅 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司徒进而年纪不大 还得几年才能形成年礼 但是 十岁也不小了 大周历史上 可有不少十三四岁的妃子 剩下皇子的 二十岁不嫁 都会被嫌弃老了 如果要王爷要王妃没回来 或许李飞不会把司徒进而放在心上 但是 那两尊大佛回来了 就必定会掺和君不离的婚事 君不离自然可以娶回来 冷在后宫里当摆设 可是 司徒进而那脾气 那身份 显然会把后宫闹翻了的 对于李飞来说 司徒进而 是潜在的敌人 李飞话里的话 君不离应该听得明白的 司徒进而一来 不仅仅李飞的麻烦 君不离也麻烦 也不知君不离心里是怎么想的 反正 他就是没有回答李飞 李飞不由有些恼火 剑步追了上去 挽着君不离的手臂 低声道 皇上 臣妾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君不离睁开他的手 冷冷道 你无非是想把他嫁给其他人 皇上英明 李飞笑呵呵的 像个妖精 这事不可能 你少操心 君不离冷声 皇上 李飞不依不饶 可是 这一路到山顶 不管他说什么 君不离都没有再回答了 一见君不离和李飞 一前一后回来 白李飞声和孟朵儿他们便知道萧氏山庄那边没事了 而白李小声却露出惊慌的表情 半赏才换过神来 陡然立声 君不离 我哥呢 你们把我哥怎么样了 死了 君不离冷哼 这个臭丫头 要是知道生子墨是灭掉生事满门的元凶 她还能一口一个歌叫得那么亲吗 白李小声不可思议地摇头 不断摇头 随即便暴怒而吼 不可能 不可能 君不离很烦闷 正要亲自堵上她的嘴 谁知李飞却前一步走上去 把布条塞入了白李小声的嘴巴 不约喊道 叫什么叫 吵死人了 白李小声又挣扎又摇头 情绪波动极大 你也没有说服她 君不离问道 白李伟声当然也跟白李小声 说了不少事 无奈 这一家伙众生子墨的毒太深了 压根就不相信他们 麻烦 君不离催了一口 又看了十两一眼 书生 你和孟朵儿送他们回帝都吧 孟朵儿正傻傻要答应 白李伟声就跳起来 为什么是我 她是你徒弟 君不离提醒 她是你的干姐姐 白李伟声差点就说 她是你娘的儿媳妇 幸好她没说出口 否则 她还真相信君不离会传令 边关大门 不许他们师徒俩通过的 孟朵儿护送十两 你护送她 君不离这不是商量 而是习惯性的命令 你呢 你不一起走 白李伟声比较关心的是这件事 我还有事情要办 你们先走 君不离说就晃来 那是一点都不脸红 他纯粹是不想和他们一起走 白李伟声无奈 心下暗想着 这臭小子等着 等回帝都去了 在她爹娘面前 看她还敢嚣张 当然 白李伟声真正想的是 等哪天小生恢复了 信任他们了 嫁给这个臭小子了 看这个臭小子 还敢对她这个岳父大人嚣张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也可以算是岳父大人了吧 如是想着 白李伟声很大方地放君不离 他们先走了 她回头看着 被堵上嘴的徒弟 也不心疼 也不难过 小赫赫的一把 将她扛在肩上 对孟多儿道 我也先走了 你自己小心点 什么 孟多儿傻眼了 白李伟声这丝 怎么这么做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